4月23日,湖北现有确诊病例首次降至50例以下,连续20天无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。 近10日,全国现有境外输入病例逐步下降,但仍有境外输入关联本土确诊病例报告,要全面查清确诊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、密切接触者等行动轨迹,精准围堵、消除隐患。 另外,刚刚得到消息,随着最后一例重症患者新冠肺炎治愈,今天武汉重症病例实现了清零。